www.show.com.twu 斜線hot斜線venson底線mailbox斜線map6連字號1.htm 所謂叫原始的意義僅是寄生 它的由來很早 早在魏晉南北朝時代 約1500年前 昭寧文選 中宋慾高堂父及有教諸神 李太儀的說法 意思是為眾神建教 為太儀行禮儀 到隋朝時 已有在星空夜晚 陳色酒肉 秉耳 秘物等祭品 以祭祀天皇 太儀諸神 並向上苍禮奏的記載 為真隨書這也是教諭的一種 後來慢慢變成由僧人道士搭壇獻祭都稱為教 台灣的教祭在民間已成為道教各類祭禮中最莊嚴最盛大的祭祀活動 他大體成其中國願史的意義是民間為了許願其神或還願仇神設置道場並聘請道士所主持的宗教儀式 然而台灣的道教發展早已融合了佛家悲悲的精神 再加上台灣特殊的歷史背景 因台灣長期以來一直是個移民社會 其中許多移民課死一鄉又無人道計 後人一方便連續他們 一方便也擔心魂魅作祟 所以人民劍教的目的不僅僅是其神仇恩 還添加了屍鬼祭魂的雙重意義了 劍教的類別 HTTP號號雙斜線 ho.jo.com.twu斜線 hot斜線 vance 底線 mailbox斜線 map6連字號 2.htm 台灣民間的劍教分定其教與不定其教 定其教分立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十年 十二年 念年 六十年 舉行一次等數種 其中以立年 三年 四年 六年 教最為常見 如神明誕教 中原教等 不定其教 乃因某些特定目的而舉行的教點 如水教 大教 齐安教 慶成教等 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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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教可分 宫廷建教及百姓建教 宫廷舉辦的最為隆重 如如柳帝王舉辦的羅天大教 諸侯舉辦的祈天大教 其規模都極為盛大 現今已不可見 然而台灣於1980年及1984年 分別在高雄關帝廟及台南市路爾門的天后宮 舉行過名為羅天大教的隆重祭典 這是極少有的例子 至於台灣民間百姓的教祭 名物種類非常繁多 常見的有慶成教、齐安教、王教、神明誕教、中原教、水教、火教、木教等等 從名稱看可略知其意 如慶成教信廟與落成或重修增建後慶祝完成而舉行 齐安教大多是有一部定周期舉行 是屬於教祭中最常見的類型 有十二者合併舉行 稱為慶成其安教 王教 也稱王傳教或瘟教 是因以前經常有瘟疫及傳染病肆虐 人們希望藉由王爺的保佑將瘟疫盡快驅除 在台灣南部最為普遍 神明誕教則為神明生日時所做的祭典 通常只有一天 中原教部名思義是中原節時 為虎渡孤魂野鬼而設教 目前只於基隆、恒春、鹿港等少數地方上有保留 至於水教、火教是因地方經常發生水惡或火災 為了為罵難者祈福而設 目前已很少單獨舉行 大多附屬於其安慶成教儀式中舉行 陸教則是為車或喪生的冤魂所舉行 規模通常也不大 以教旗的天數來看 有一招教、二朝教、三朝教、五朝教等等 五朝教以上則屬格局極為盛大的教祭 如前所述在南部舉行的羅天大教的教期 極長達七七四十九天 分七次舉行七朝教典 曾轟動一時 一般而言 五朝教五屬規模盛大 三朝教四支 但因三朝教儀式內容相當充實 可媲美大教 且其術教符合現代人的需求 顧三朝教多被現代社會視為標準模式 建教時間 舉行建教科儀的時間間隔 有些是定期的如神明但教室每年舉行的 護教期較短 大多只有一天 王教大致三年一科或十二年一科 有些是不定期的如慶城教火教水教等多事情況而舉行 而大部分地區原本是因應需要而舉辦 但後來逐漸發展出定期教 如豐原2004年歲次假生年十月舉行的 其安清教就是逐漸發展出二十年一科的定期教 每一次建教活動往往需要耗費相當驚人的人力 財力和物力 故建教的規模大小 教期天數 周期長短 虛世信眾的能力和需求而定 民間建教的時節大多選擇在秋冬之季 大約農曆九月十月十一月的時候 此時正是傳統農業社會裝甲收割完成的季節 大家教有漁俠籌備進神謝神事宜 且由漁農座修根 廣大的空地正適合用於建立教壇 於是一場熱鬧的祭典龍龍登場 竹子港魂新公 http-mail號双斜線 hold.show.com.tw-hot-bansom底線 mailbox-map6-3.htm 羅天大教 http-mail號双斜線 www.tw-hot-bansom.org.hk 羅天大教的由來 羅天大教是道教大型綜合儀禮的名稱 羅天即大羅天 道教指天之三界以上的極高處 無上密要稱天之三界之上 苗苗大羅以羅天指社教之名 是極延期請降神靈數量之多品位之高 以及社教時間之長規模之大 社教墓地之廣泛參與教育的道士和祭祀 奉獻得道教徒人數眾多 教 元氏祭儀的意思 宋慾 高唐父 云 導炫宮 教諸神 李太乙 教神救世祭神之乙 兩境之間 教和齋對舉 太上洞冤神咒經 稱 修齋社教 不依科儀之考 唐代以後 齋和教材教普遍的聯用 以指稱道教乙禮 因此 教士道教對其崇拜乙禮的一種稱呼 無上黃禄大齋歷成一稱 言真將聖 祈恩請福 則為之教 明代以後 道門與民間多以教代替齋 羅天大教之稱最流行開來 羅天大教的內容及其特點 明代正統 道藏 收有於羅天大教官名的科儀文 羅天大教聖教儀 羅天大教三朝儀 太上洞玄陵保天尊 說羅天大教上品妙經 等 據羅天大教聖教儀 在羅天大教中造請的有 三清至尊 十方上聖 玉經精確天地天真 十方師尊聖眾 三界官屬 一切威靈 等等 天地間所有神靈 行儀的目的就是為國泰民安 顫醉謝恩 其壽延聲 拔憂建組等等 羅天大教的規模比較大 時間也長 一般要舉行三天 五天 七天等不等 每天所行科儀均不相同 因此內容十分豐富 羅天大教在宋代也有稱為周天大教或普天大教的 據道門定制稱 宋代的周天大教供奉的神靈有2400分位 普天大教則設神靈 3600分位 這兩種教職有朝廷修奉或大臣為國異許修奉 數人不許奉修 現在香港 澳門地區和台灣省道教常有舉行太平清教 齊安清教 據其內容 就是地區民眾自己邀請道士舉行的羅天大教 一注香燒108天 HTT